最近消息一起看到马英九总统的母亲秦后修女士在5月2号病逝 那么马家人在今天清晨也将举行简单的家计之后火化遗体 目前总统马英九已经抵达二宾 现场的状况我们连线给记者林秀慧告诉大家 好的主播目前我们看到画面是刚刚稍早大概两分钟之前 马英九总统的车队已经抵达了二宾 而事实上今天除了马英九总统之外 他的女儿马维忠跟马元忠在昨天也都回到了国内 要来送今天他们的奶奶秦后修女士最后一程 而事实上在今天我们看到说除了马英九之外 他的夫人周美琴女士在之前因为脚摔伤 因此在今天刚刚下车的时候 是有点一搏一搏的走出来之后 最后还是坐上了轮椅 也是来送他的婆婆今天最后一程 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说在刚刚稍早大概6点35分左右的时候 马家姐妹是搭乘的小巴士也抵达了二宾 在今天要送他们最爱的母亲秦后修女士 而我们也知道说在4月2号学院期间 这秦后修女士传出病危之后 这住院一个月始终是在加护病房里面 而5月2号的时候因为肺部肿瘤 呼吸道阻塞而最后病逝医院享受93岁 而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一次他们的丧事是一切从简 不发复文也不设灵堂也不设职丧委员会 是跟办马赫林的丧事是一样的 而事实上呢在这一次这个马家真的非常非常的低调 因为他们没有作用大的礼堂 而是在二宾的仪体化妆室旁边的这个小小的行李室 在稍后7点钟左右要举行简单的佳祭仪式 而事实上呢在这一次来讲的话 马家人特别帮妈妈准备的是这个90岁大寿石所定制的旗袍套装 这件套装同时也是马妈妈的最爱 而事实上呢在这一次这个秦侯兄女士5月2号故事5月5号火化 这时间可以说是相当的短了只有三天的时间 比2005年这马赫林故事的时候时间都还要短 因为当时呢花的是五天的时间 但这一次只花了三天的时间 而事实上呢在这一次马英九呢也特别撰写了一份这个继母文 在稍后7点钟夹记的时候将由马家大姐马以南来做正式的宣读 而今天整个仪式呢是7点钟要举行简单的这个佳记 也就是火葬前的仪式 而在7点半的时候要开始来火化 而到9点半钟左右大概是简谷 而到了10点钟就会前往父的公墓 但我们也知道说父的公墓是马英九的这个爸爸马赫林也是在也是在这个地方 因此呢在在最后的这一层呢 也是让妈妈跟爸爸马赫林可以相伴长眠 好这是目前我们在二宾所掌握到最新情形 再稍后有任何最新情形 我们再次为您做连线报道 把镜头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